今天在我们的体谈分析室 棒谈How to Win 又叫做WBC How to Win的单元当中 很高兴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球评 是潘总伟 拉巴你好 同志好 大家好 我是拉巴 随着这个经典赛 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就要开打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经典赛这个话题上面 可以说是讨论度非常的高 尤其是最近的中华队都在进行一些热身赛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时间点 请到拉巴来 今天为我们好好的开示一下 有一些重点的部分 也许大家在平常是稍微会比较轻忽掉的 今天我们藉由拉巴的解说 应该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个更完整的 对中华队的一个了解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请到拉巴 拉巴过去也有常常代表国家队出去比赛的经验 但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尤其是在一场棒球比赛当中 事实上投手可以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 但是第一棒的打者也不能忽略 因为我们不管叫他开路先锋或核弹头 第一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棒就像火车头一样 而且也就像我们露营的开场 一开始就要顺 那如果一开始顺的话 对整个比赛第一局的战局 跟后面第一棒打最多 所以他带来的贡献会非常巨大 是 当然在过去也跟不同的球评 包括像曾公 聊过中华队今年可能第一棒人选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棒台号的 录音单元当中我们为大家制作了一张图表 我们从图表当中来看看 中华队现在有机会担任第一棒的几位 有可能担任第一棒的打者 包括了像是来自于中信兄弟的王威成 另外郭天信 陈杰宪以及林滋伟 这几位选手都是被提起过的 不过从打击的成绩上面来看 似乎王威成在打数上面 就跟郭天信来比的话是稍微少一点 不过两位打者都是蛮有经验的第一棒打者 如果单纯就王威成跟郭天信来看的话 王威成他还有一个优势 是他有国际赛的经验 对 那另外就是他在第一棒 不管是要助攻或者是他的火力的展现 我觉得都会是这一届经典赛 大家可以去好好观察跟教练倚重的打者 那从这几个打者来看 我觉得比较大胆的想法是把林滋伟放到第一棒 那这有一个好处 如果林滋伟放第一棒的话 他的好处在于说 梓伟在面对陌生的投手 其实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应能力 他不管是从大联盟也好 然后到独立联盟 甚至到奥紫 所有的打击跟比赛 都是面对陌生的投手 所以他在应对上 我觉得会比较快 而且也可以把他的打击 带来投手的今天的一些特色 把资讯可以整理好 带给后面的棒次 那另外如果是陈杰线的话 大家都知道 他算是比较慢热水 那如果靠着最近的比赛 慢慢加温的话 完全热开的陈杰线 我觉得会是第一棒最好的人选 是 那陈杰线的状况稍微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陈杰线去年在统一7-0分师队 除了担任第一棒的228个打数之外 事实上他担任第三棒的打数也不少 也有179个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第一棒的成绩上面 虽然在打击率上 并不是这几位选手当中最出色的 但是我们看他的上累率 3×63的上累率 加上4×08的强打率 哇 这个OPS很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要兼具速度跟残斗 还有强打火力的话 我刚刚有强调 完全热开的陈杰线是我心目中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第一棒的人选 那么我想在第一棒的人选当中 包括了像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 王维成也好 或者是陈杰线 郭天信天歌 乃至于林子伟 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华队来讲 有了一个好的开路先锋 当然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像辣把刚刚讲的 第一棒的打者能够搜集到投手 今天的一些资讯 然后赶快跟自己的队友分享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然在今年 除了第一棒的人选的讨论度 可能相对来讲 比较没有那么热之外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 大家讨论度蛮高的一个问题就是 也不能说问题 应该说是话题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 今年旅外的选手 当然回到球队当中 应该可以给中华队带来 很大的一股助力 那很可惜 张仪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出赛了 现在旅日的选手当中 宋家豪可能会担任最后 Closer的角色 那王伯荣这个可能是一个 大家了解王伯荣的使用说明书 到底在哪里的时候 不晓得拉拔你对王伯荣的看法怎么样 第一个先讲 大家比较讨论度比较高的 就是他动作的改变 那如果先从动作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他手笔的位置 或者是他打击的一个启动动作 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所以以现在来 包括访问他的一个内容 他有提到 现在打起来是蛮舒服的 对 那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 他只要打得顺 那就OK 那如果以这个动作 其实我以前 在拿铝棒的时候也有用过 这样子 对 但那时候 它的铝棒的重心 可以比较上面 然后你打起来 重心的转移会比较顺一点 但拿木棒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重 然后它的重心会比较靠近中间 对 所以比较难去掌控 那王伯隆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他现在是 他的力量够 然后这个动作 以策略上来说的话 他不容易被三振 球看得比较清楚 是 那我觉得如果在热身赛比完之后 他的定位应该就会比较清楚 好 当然 我们今天不能够只上谈兵而已 今天请到辣把来呢 我们也今天要请辣把来 帮我们示范一下 刚刚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照片当中 也看到王伯隆在不同时期 他的打击的动作 准备姿势 包括他的上半身的前颈的程度也好 手的位置 刚刚辣把也提到过 我们现在就请辣把来 帮我们现身说法一下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不同的站姿 可以给一位打者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那么这时候呢 来到了辣把的示范时间了 当然改动作 其实对一个学手来讲 其实是姿势体大的一件事 因为你用同一个动作 已经打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打得不错的时候 教练帮你把动作给改掉 其实我们有很多打者 不管是神败也好 到现在王伯隆 其实在日本都有被改动作 这样一个事情 那把你过去自己被改过动作吗 改过无数次的动作 无数次动作 因为其实以前的教学环境 比较 还是以教练的想法为主 所以改动作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一开始不适应 到最后也是手能伸脚 其实对我来说 改动作最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身体有一些 像膝盖的伤势 对 所以我的动作到后面变得 很多人喜欢模仿 那因为姿势很多样 对 所以对我来说 改动作 还有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的背景照片当中的王伯隆 他从这个新人年 然后到打击王 从左到右 然后到日直初期 日直中期 到最右边的2022年 一开始他在新人年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他感觉上是 整个人比较站比较直 对 然后手部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对 新人年的时候 其实他在中指的联盟 他的手可以放得比较前面 是 然后加一点晃动 对 然后到最后高抬腿之后 到定位再出棒 可以发挥非常大的爆发力 那到中期到日本 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开始就可以看出 职棒的环境对他带来的一些 强度提升的一个落差就会出来 刚刚有提到手在这个位置 翔也知道头手全部都在内脚 那当他如果要单纯去打内脚的时候 捕手可能就会发现 他就会头到外脚 所以他在日本的这个动作 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内脚的攻击 还有速度很快的一些近身球 所以他现在改到 现在比较放在靠近身体的位置 然后再做一个围台 那目的就是 有很比较清楚的就是 他在手的控制会比较多 所以我现在大概 把动作来说的话 第一个就是手的位置 一开始是放在前面 那现在是放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他的准备动作 就是髋关节的部分 当抬腿之后 转动出来 王伯隆现在的打击 他就是强调 他可以涵盖比较多 内外跟广角的位置 所以他的触球率会非常高 那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王伯隆现在这个动作 可能关键在于 他髋关节的一个使用 因为你的手部现在蓄力的动作 没有做那么大 所以你髋关节一定要到定位 到定位的话你才会有力量 就不会只单靠手的一个 球棒的控制去碰到球 OK 所以现在来说我觉得 王伯隆的这个打击动作 第一个他觉得用的还蛮舒服 还蛮习惯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他在球速落后的情况 他也不容易被三振 所以我觉得这是王伯隆 现在追求的一个打击的想法 那我想请问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中间第三张照片 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他的髋关节 就是他整个站姿的时候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open的感觉 这个对于打者来讲 他站close跟站open 差别又在哪里 差别就是他的蓄力 如果比较站比较开的话 他的蓄力可能要做多一点 髋关节的移动要大一点 那最重要还是他出 脚踩出去的位置是 踩得比较开 或者是像 像Carlos Tinten踩比较里面 那Dispani 他可能是踩比较开的位置 就看他 比较打得比较好的位置在哪里 去专注可能投手对他的一个 弱点去做站位 这些都算是微一条 微一条 对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 老板你刚刚说 你经历过无数次改动做这样的事情 那在改完动作之后 你自己打起来的感觉 有没有那种 你觉得其实改的没有比较好 我还是用回我原来自己的那种情况 会 因为改动作 其实它算是一个打击机制的调动 不单单只是手 包括你启动的时间 要不要再早一点 因为如果你有抬腿的话 你时间要比较早 对 第二个是投手 头补对你的配球已经做改变的话 你原本改变的动作能不能应付 这个都要靠比赛去 比赛结果跟运作结果再慢慢回推 所以改动作需要很长的时间 除非你是微调 你只是改变挥棒的轨迹 启动的动作都没改变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快适应 那王波隆算是比较大改的 大改的话就要看使用的状态 头补对战的状态 然后他再决定 照这个动作是不是做得比较顺 好 辣拔跟我们解释了很多 这个打击动作上面一些细微的变化 会给打者带来的影响 真的没有想到 打击动作上面的准备姿势 一点点的差距 竟然可以为打者带来这么多的不同 对 从准备 然后到最后的打击策略跟结果 我觉得这一次的热身赛 打完王波隆的定位应该就会很清楚 是 当然我们要谢谢辣拔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我们现身说法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当然还没有 今年从丙总的一个角度来考虑 可能就像曾公所提到的一样 除了双先发的一个配置之外 丙总还希望考虑到 火力最大化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们现在讲到火力最大化 不晓辣拔你心目当中 比较合适的先发9人 他的火力最大化 你觉得怎么样安排比较好一点 火力的话可能会分布在 整个手背光谱的角落 那包括左外野跟右外野 那一壘还有补手 比较特别是三壘 先讲三壘这个部分 因为短期的赛事手背会非常重要 那另外短期的赛事战术也很多 所以三壘这个部分 可能要兼具手背能力 还有还不错的打击能力 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 一定要选手背最好的手三壘 这样才可以应付大量的战术的一个 区前的防守或者是战术的演练 防守会放在前面 所以以补手来说像包括极力极牢拱罐 如果需要他的火力 他的阻砂能力不错的话 也可以先发蹲补 一壘手就是五念天 那如果是左头手的话 还有范国城 那左外野我觉得 零力 他的火力 他大概是左外野或者是DH的一个选择 右外野现在很明确 可能就是 丙总也有讲到就是林志伟 那另外还有一个火力非常大的 在我们的中线就是张玉成 他会放在二壘 所以以这样的分布 我觉得是这一届所有火力好的打者 都已经可以把它排上先发 那可能因应接下来的热身赛的近况 还有对战的左头或右头 再去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是这样就好了 当然这个讲到这个火力最大化 就是跟我们前面的话题 王伯荣是有关系的 那王伯荣如果说今天来代表中华队出赛的时候 守左外野 那他的防守 我觉得也许是大家可能会考虑到的一环 那当然如果像刚刚拉拔所提到的 以防守为先打击为后的话 那我想在防守这个事情上面 王伯荣是不是适合在左外野先发 这可能会要多一点的讨论跟考虑 所以王伯荣林立还有郭天兴 那大概比较单纯来看的话 就是林立要守左外野 还是王伯荣守左外野 那可能会有一个拉来打DH 对 所以这样子的安排可以把火力从比赛一开始 就可以完全发挥 我觉得对于丙总来讲 今年有一个蛮幸福的事情 当然就是我们很多好手都集结在这次的代表队的名单当中 有这么一说啦 这是总教练最幸福的一个困扰 所以说我相信丙总心里面一定有他一套的想法 也希望他能够贯彻他这样的想法 为中华队带领中华队在今年的WBC当中打出好的成绩 那刚刚讨论完了这个火力最大化之后 如果说遇到很关键的时刻 那把你心目当中觉得中华队有可能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会是谁 我现在以现在的状况最好的就是张玉成 那原因有一个 第一个是他在去年的大人盟的赛事里面 其实他是看到最高层级的投手 那也从季初一直打到球季结束 他的身体的维持状态是还不错 那另外就是他现在他的经验 还有他打击的power 还有他的能力 还有手背能力 我觉得都是中华队这一次能不能走得很远的一个关键打者 是 那当然我觉得对于张玉成来讲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他的合约现在已经确定了 我觉得心情上面可能可以更加笃定一点 那我想要知道长舍的心目中关键打者是谁 我的关键打者其实刚刚拉伯也提到 我的关键打者是林立 因为他今年在去年在中华职棒的表现 我觉得是有目共睹 我觉得林立在我去斗六看他们做练习的时候 感觉他那个心情跟他的打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演进 那么慢慢进入到热身赛最后来到3月8号的时候 我觉得林立可以带给中华队的贡献应该是蛮大的 所以我认为他有机会 所以讲到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个观点 就是林立跟张玉成我觉得都可以排在第二棒跟第三棒 那目的很简单 因为在投手投球限制的一个球数里面 预赛只有65球 对 那一般面对一个打者5球的话 你到第二轮的2棒3棒你都还打得到 对 所以对打者来说很重要就是你又没有办法在面对先发的投手的时候打第二次 如果打第二次你的掌握度会更高 一回升二回首 是 那如果打第4棒的话可能就会是一个换投的时机 所以像林立也好张玉成也好 我觉得都把他排在2棒3棒 对他们的打者的手感会发挥的更好 那如果说2棒3棒打了第二次之后 正好3棒打完要换投手 那第4棒的人选是不是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个 他可以比较能够应付多种不同的球路 应付陌生投手这样的一个人选 像是比较能够有全方位 比较不会有一个球种上的一个缺陷 比较不会被针对性的换投手来对付 这样的人选应该也是蛮重要的 好的 今天跟辣把呢 在我们这个WBC How to Win当中呢 其实是聊了蛮多的 那么也谢谢辣把今天现身说法 帮我们做了很多打击上面的动作示范 当然更希望您持续锁定我们的体坛观测站 因为我们不定时还是会请到辣把 以及其他的棒球球评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最精辟的分析 谢谢辣把 谢谢长泽 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